预计全世界可能第一个发展的最好的智慧城市就在多伦多 多伦多最近的Google在当地 他的母公司Alphabet底下的一个子公司叫做Sidewalk Labs 得标赢得的计划预计在2018年今年的夏天 在多伦多这里进行智慧城市的测试 2017年3月由加拿大联邦省市政府 共同创建的多伦多水岸公司 公开向外界征求计划 以开发一座占地12亿亩的多功能码头区 增加就业机会并提供5000人 不论年龄和收入阶层都能负担得起的住处 这是位于加拿大最大城多伦多市东边 近临安大略湖滨海工业废弃用地 复兴计划的第一部分 结果由Alphabet旗下 专注未来城市创新的Sidewalk Labs公司 赢得计划 预计2018年夏天 对智慧城市技术进行测试 希望将多伦多 转变为世界最具创新性的 城市社区之一 实验成功的话 将重塑民众在都市中的生活 工作和娱乐方式 目前这块计划中的土地 充满着钢筋水泥建筑 各种管道 停车场 以及船务 还有建于1943年 用于储存大豆的原铜骨仓 是当地曾经肩负航运港的遗迹 未来智慧城市的规划栏图中 将会以自动驾驶汽车 取代私家车 因为理论上 自动驾驶的导航 将更精确 更遵守交通规则 路上的车道不用太宽 可以为人行道和休憩使用 让出更多空间 如果进一步推动 共享自动驾驶 需要私家汽车的人会更少 在街道行驶的 自动驾驶公共汽车 未来也能侦测车道 何时会变换号之灯 以便理让行人 优先通行 交通号之灯 可以自动追踪行人 自行车和各种车辆的移动 机器人则会借由地下隧道 运输邮件和垃圾 对多伦多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来说 房价几乎同样的 已经成为居民 不可承受之重 Sidewalk Labs 提出革命性的做法 模组化结构建筑物的形态 一个技术相似于Legos 它是超快的 更加便宜 而且还能允许各种建筑性 我们可以建筑建筑建筑 可以充满几个月 并没有那些批准 所以我们会有这些部分 成为建筑 但我们能够订阅 它们能够订阅 让空间感到区别的 在工程中 我们应该比较稳定 甚至连建筑内部的格局 都可以重组 根据不同的住商使用需求 变动设计 所以我能够用一屋桌板 让它变成不锁 然后一屋桌板 会变成不锁 现在的转租时间 只会有两个星期 那位乘客人 有的充滞性 在一屋桌子 可以变成一屋桌子 并把家庭放在家庭 让人们在职场 都市生活不可避免地 造成大量的能源消耗 多伦多的码头区计划 在规划和设计上 试图做到永续 打造一座全世界 最大的被动式建筑居落 也就是通过 精密的保温 隔热和通风 以及高效率的热回收系统 使得房屋 几乎不需要使用冷暖空调 至于人类生活中 制造的垃圾 甚至可以用来发电 回馈给多伦多市 如果您摇取生物质 放在一个栏域 它其实会发生 酱汤 有20次的影响 的价格 但如果我们能复杂 我们能复杂 使用它为能复杂 多倫多瑞爾森大學城市和區域規劃主管表示 如果碼頭區的計劃成功 加拿大和其他地方的城市嘉義仿效後 將對城市的可持續性發展和生活品質 產生巨大的積極影響 我愉快報告 Waterfront Toronto有一個非常順暢的伴侶 在旁邊的藝術 一個世界領導人在在旁邊的藝術 旁邊的藝術會建立新技術 在碼頭區 技術會幫助我們建築 更多綠色的城市 我們希望能看到 在旁邊的藝術會 在其他地方的其他地方 和世界各地的藝術會 這城市是本世紀城市規劃和進行招商的焦點題材 主要概念是利用科技 減少能源消耗污染 提高交通運輸效率 提升民眾生活水準 包括韓國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在內的多個國家 都曾僱用開發商 將大片土地改造為創新的城市社區 但真正的智慧城市目前尚未出現 多倫多這項計畫受到的較大質疑 是居民擔心隱私外洩的疑慮 因為所謂的智慧城市 無可避免的必須仰賴大量感測器 以掌握包括所有車輛資訊 污水流量 行動支付 甚至公共垃圾桶使用頻率等所有資訊 再藉由大數據分析 達到可能最理想的城市運作治理方式 雖然Sidewalk Labs一再強調 這些資料將用於公共利益 但多倫多大學都市問題專家表示 對方是否會藉由最終人們的日常生活互動來牟利 絕對有待釐清 Sidewalk Labs是2015年由Google創辦的公司 他們認為到2050年 城市人口將會翻倍 社會經濟 公共衛生和環境保護等問題更加嚴峻 然而藉由科技創新 可以設計出更有效率 適應性更強的居住社區 讓城市生活變得更加經濟 健康 綠色 便利和激利的人心 Google創辦人Larry Page 表示Sidewalk Labs將致力於降低生活成本 改善交通狀況 減少能源消耗 幫助政府更有效率的運作 這是一個和研發抗老和健康照顧的公司Kateco 以及研發先進科技的Google X實驗室相似的項目 專注於改善人類的生活 雖然回報期間長 風險大 但谷歌創辦人認為這是真正重要的大事 為了贏得多倫多碼頭區居民支持 Sidewalk Labs和Waterfront Toronto不斷舉辦聽證會 社區討論和圓桌會議 希望說服當地人接受這項智慧城市的方案 如果計畫在2018年底如期批准 第一批居民將在2022年搬進這座智慧城市